我的天哪 有位小可爱把小鸭子按在桌上 在他面前画一条直线 然后松开手 这小鸭子就像被催眠一样 直接睡着了 但一旦画上波浪线 小鸭子就会瞬间醒过来 太神奇了 哇 这小鸭子好Q萌啊 睡觉的时候还特别可爱 这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呢 给我点个小星星 马上给你们安排一下 哇 这么的小星星 咱们就去找一个小鸭子回来 我上次好像在这里看到一只小鸭子 小鸭子 在哪里 哇 妈妈 我终于发现你了 真的是一个小鸭子 别跑了 我追不上你了 你要去哪里 哇 怎么跑得这么快 看一下 我把他带回来了 他会不会把我当做是妈妈呢 直接扭头就走 他走了 我觉得他好像一个小鸡 你们喜欢小鸡还是小鸭 来了来了 一切准备进去 哇 你过来了 这么快 你想要睡觉了是吗 哈哈 为什么这么自觉 你们来猜一下 待会画直线的时候 他会不会被催眠呢 OK OK 来来 合作 合作 合作一点 好 来了 哇 你们看 究竟还想催眠我 是不是刚才我出生了 我们再来 再来 再来一次 小鸭鸭 嘘 乖乖乖 来 好 来 嘘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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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还以为成功了 接到一半的时候 呃 再来一遍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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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来来 咱们再来 哇 呃 哈哈哈哈 我真的成功了 我太緊張了 沒用了 這個鴨子催眠術原來是真的咱們驗證成功 祝賀祝賀一下子過來 Baby 你看 聽說小鴨子看著第一眼會把牠當成媽媽是不是 我是不是小鴨子的媽媽啦 今天辛苦我們的小黃鴨啦 待會回去好好休息 喵耶